終於可以說大家好了 然後大家看到畫面跟早上不大一樣 那是因為今天的主要的一個進度是 有一個找設計跳坑 就設計跳坑了 就是叫 GUSTING GUSTING畫的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是 今天還有另外一個進度是 我們看到上面其實 突然多了一個奇怪的社群 不是奇怪啦 對不奇怪 不過因為393他們已經先離開了 所以我還是可以說一下 對 那他們就是 因為這是一個Data portal Data portal可以讓大家在上面開社群 然後開了社群之後 他們就可以把自己的 開群組啦 把自己的群組的資料放進去 那393他們因為有一個 他們自己調查一些縣市的一個財報資料 那主要上 因為這個平台他 他就是能夠上一些基本的 算是CSV Cell資料 他就可以來做預覽的工作 所以說他把他們 現有調查的資料都把它放到哪裡了 然後就可以在這邊讓大家取用 然後他們也很公開 就說 其實這東西如果大家 如果去做先 沒辦法 也歡迎大家 然後就可以去做下載動作 OK 那所以我今天其實也沒做到什麼事 就是設計在做 然後還有三個在做 還有另外這兩位 也是第一次來的朋友 其實我今天是 就是幫忙把資料輸進去這樣 然後一開始我以為說 反正就輸個資料嘛 應該 只要讓我看到 有什麼資料要輸 就可以很快把它輸進去 然後結果發現 跟我們說這樣一回事 我覺得我這樣還蠻累的 就是 心裡跟我想像的落差蠻大 因為很多 到底 很標題下什麼 或者是這個檔案 到底是什麼格式 要放什麼地方 其實我覺得 作者本人跟我的認知 都會有落差 所以我覺得 這東西最好還是要 作者自己key 可能作者要多花一點點的時間 不會比其他人幫他key 速度會相對的快很多 然後我覺得這個平台 可以集很多 就是 公開的資訊 讓大家能夠下載 所以我還蠻希望 就是作者們能夠 花一點點的時間 然後把資料 偷上來 對 這我覺得是效率比較高的說法 那我今天工作是做一些中文化 就是 因為原本有些地方是英文的 那我們就做一些簡單的翻譯這樣 那我不算是因為 就是 這個平台可以讓大家去自由 去加那個 加資料嘛 所以其實就像如果說 跟其他人的專案 其實上面都會有一些 自己整理出來的資料 那其實我覺得應該很適合 可以放在這個平台上 因為你自己整理出來的資料 你可以放在這平台上 那其他人也可以同樣去取用 那這樣他其實如果要做類似的專案 或者說要挑類似的坑的時候 就可以比較好去做處理 這樣 就是他可以比較重複使用 比較有開源的感覺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其他人也可以把 因為這上面也可以把API放上去 所以如果說你的專案已經有做成API 那你可以把API的連結放上去 那你可以就是 其他人也可以在這個平台上取用得到 這樣子 那我可以講一下我的設計的概念嗎 對 先講就像這 既然還有時間就來介紹一下 今天為什麼圖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基本上 就是他一開始的圖 是一個就是集氣運算出的圖 然後我這個就是平面做成的夾在地的圖 但是希望表達的概念是就是 因為他的slogan是就是 政府不收入的 然後距離未來收入 然後是一個類似公民的data的東西 那都需要大家來幫忙 所以就是做出一個比較聚集的概念 好就是這樣 好我稍微補充一下就是說 其實大家不要忘記為什麼會有這個資料 是因為我們會看到 呃 原本的政府的資料長這樣 對啊 就是說 原本是長這樣的 那我們希望均一做得好一點 欸 欸 被政府打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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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應該不是說他們做得好不好的問題 因為說其實我們會發現說 很多資料在上面沒有 然後很多資料在上面不足 那很多資料其實是距離離這邊幫忙補足 或是 甚至別的社團朋友 別的社群的朋友都幫忙補足 那這些資料到底在哪裡呢 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的話呢 就需要有一個地方來收集它 對啊 所以說如果大家真的 欸其實覺得自己資料很想要被大家用的話 那如果上不了data.gov.tl 就可以來 data.gov.tl data.gov.tl 可以加一下資料這樣 然後可以加上自己的群組 今天還有一個群組說 那小蜜蜂好像可以把它加進來 謝謝 講完了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